首先我们先把电源和气都接上去 电源和气 接上去以后 然后如果我们要改长度的话在这里 比如说我要200长 第一个200 然后换回这里就变了 然后换导管的时候 那假如骨肠呢 假如它有什么误差的骨肠 哪里有个长度修正 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拆下来 你先拆 做到货以后把这个东西锁死 下面有个螺丝一定要锁死 螺丝哪里锁死 把螺丝锁死 就所有的螺丝都锁死是吗 下面那两个螺丝锁死 然后这个是根据它的来料的圈的大小来调整 把它撑开就好了 这可以往里调往外调 对对对对对 然后调整好之后 这有四个调印孔 就把料放进去 然后把那个 一盖 一盖之后锁死 就可以了 锁死啊 就这么简单 然后搬到从这儿 先穿上面最里面这个边 先穿最里面这个 把这个线从这边 绕八字 绕八字 对但是这种管子 只用绕一圈就好了 下去之后上来就可以了 就用硬管子 硬管绕一圈这样 然后呢 绕个O型就好了 绕个O型 对 软管的话就绕个八字